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情人》 第29集,不要离开我 向路易 今夏灿然失笑 从兜里摸出许久未摸过的烟盒 他自己都已经忘了他多久没有想起过路易了 也忘了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慢慢地让路夺这个形似的男人 渐渐地取代了那个 真正在他心里扎根的路易的 楼道里无人往来 声控灯因为安静也没亮起 今夏手里握着烟盒 却没有拆他的意思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尝试着寻找路易 但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他最后得到的消息是路加出国了 此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就连他平时关系很好的同学们 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就像是曾经的美梦一场 好一会儿 今夏用力把手里的烟盒团成一团 随手丢进一旁的垃圾桶里 回不去的过去 就让他永远成为过往 随着时间慢慢地消散在风雨里 没有路易 还有路夺 比起那个早已经没了踪影的男人 路夺才更值得他的真心交付 走廊尽头 早已经站了好一会儿的路夺 看到今夏的动作 心里悬着的一口气 瞬间松了下来 他终于愿意放下过去 真正地尝试着接纳他了 路夺安静地回家 替今夏准备着睡前的温牛奶 一切都像是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仍然选择默默地爱他 回来了 听到门口的动静 路夺一如往昔 从厨房探出脑袋 笑着迎过来 替今夏接过手里的包挂好 今夏把头埋进路夺胸口 闷闷地抱着他 路夺无声地回报 心疼他刚刚在楼道里 逼着自己做出的决定 可他心里也很清楚地知道 迟早有一天 今夏必须迈出这一步 他和过往 和路易 必须做出一个切割式的选择 路夺 你会离开我吗 今夏闷声开口 有些小小的失落和不确定 不会 不许骗我 嗯 不骗你 你要是离开 我的心就真的死了 今夏的声音很低 软软的 带着未遇的伤口 听着让人很心疼 路夺肩头上 慢慢地晕开一滩小小的潮湿 他心里咯噔一下 抱着今夏的手臂 更紧了一些 他第二次交付真心 不能再被辜负一次 第一次的真心 是他年少懵懂时的喜欢 这一次的真心 是他一再又哄下 慢慢地交付的喜欢 这一晚 路夺拥着今夏至死不休的缠绵 他热情地索求 他疯狂地给予 像是末日里的狂欢 又像是此生最后的欢愉 他们抱着彼此 试图给予自己最大的赤诚和爱 也像对方所要 彼此最终真的不渝 今夏真的开始慢慢地放下路易了 那些与他有关的过往和羁绊 被他一点点地舍弃 包里常放着的那盒烟 自从那次丢弃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连那些残存在他脑海里的记忆 他也在一点点地抹除 他甚至开始有意识地纠正 这几年 他在路夺身上留下的一切 关于路易的印记 释放出那个原本的他自己 路夺看着今夏一点点的变化 心里说不出到底是开心还是失落 他顺着今夏的心思 他想要怎样的他 他就是怎样的他 他爱他 科博展的票定好了吗 是哪趟航班 路夺替今夏包虾 一只只整齐地摆进碗里 他喜欢吃虾 但不喜欢自己包虾 也不喜欢一只一只慢慢地吃 路夺由着他的性子 每次吃虾的时候 替他包好了一小碗送过去 等他吃得心满意足了 才换自己吃 今夏点头 眼睛盯着快要被虾成满的小碗 我让思佳把你的一起定上了 蓝总说他 最近有事要出国 就只定了你的 现在这么明目张胆的假公济丝了 对假方好一点 是应该的 今夏冲路夺抛个媚眼 拿走他刚包好的一碗虾 刚要往自己嘴里送 手一拐弯 虾被送进了路夺的嘴里 路夺略微愣了一下 眼底立刻展开了笑意 是啊 他是这样的女孩啊 对喜欢的人 会无限度地好到底 恨不得把自己的一颗心捧出来送给对方 若非如此 当初他也不会伤得那么厉害